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股市第一宝 那我想呢今天是周末 那当然今天这个行情啊 算是昨天因为这个美股的一个大涨 所以今天是开高 那当然在整个最近的这个行情里面 大家必须要去特别去注意到几个重点 我陈老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第一天上 那已经休息了有一段时间了 那当然昨天 也有很多的投资朋友打电话来询问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常常跟大家来谈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有人问陈老师说 股票市场有好赞钱吗 在现在这个景气啊 这么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陈老师我在这个行业啊 我做了非常久 我做了非常久了 我常常跟大家说 其实台湾啊 很奇怪 很奇怪 有人说股票好做 有人说股票不做 但是我常常跟大家谈 我认为股票每天都有 我认为股票每天都有变动 这个就是股票 它之所以怎么样 一样可爱的地方 我就比如说 我们今天有做很多行业啊 对不对 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每天大概都是一层不变的 那一层不变的东西基本上啊 它就很容易疲乏 那一层不变的东西很容易怎么样 转向 转向 但是股票市场里面 你会发觉到 很多人都说 我不要做股票 我股票也不贪钱 但是我很爱看 对不对 每天不管去哪里上班也好 不管去做什么事也好 电视打开来 很奇怪 台湾就这么小 每个人都很爱看股票 但是看归看 对不对 不一定有买 有时候看到股票涨停了 心里面就觉得怎么样 这是不是买了 心痒痒 没有买又觉得有点后悔 有时候股票看到跌了 心里面也觉得怎么样 还好我没买 所以说心情啊 就是怎么样不一样 但是我陈老师 常常跟大家讲 我说其实 你今天你不管股票 今天起 今天落 你每天一直在那里看 你当然是想赚钱嘛 但是你一直在那边看 一直在那边看 你今天跌 它是不是一个买点 你不敢买 它今天涨停大涨了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 又勾起了你一个 怎么样 想说我今天是不是要买 所以我陈老师 我常常跟大家谈 我在这个行业做了20年 我之所以为什么 喜欢这个行业 我之所以为什么 常常跟大家喜欢 谈股票 就是因为股票 它非常的有趣 很有趣 那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我常跟大家谈说 当然 整个最近的行情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 大家怎么样 心中喜欢的股票 不见得涨 就比如像红海 就比如像宏达电 就比如像TVK 那我陈老师 我在四个月前 我四个月进井 我是四月一号休息的 我四个月前 我跟着我很多救会员讲 我也跟着很多投资朋友 大众讲说 我陈老师 我一个个性很 就很 就是这样子 今天股票有行情 我就出来跟大家讲 今天股票如果没行情 不是说 我今天我不能放空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 仍然是希望 手上的股票 看它涨的 不是说做空不能做 不是说做空不行 是我常常跟大家谈 这是我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陈老师 我在电视上 很多人都知道我 知道什么 陈老师哪里 滚了没行情 对不对 我说我可以一样 带你做空 但是我不愿意 但是我在上来的时候 我站在的时候 就是跟大家说 这个行情 你要注意 就是要有钱一样谈 当然 我陈老师这么多年下来 我很少跟大家谈到 基本面 或者技术面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我陈老师 常常跟大家谈到说 股票市场里面 其实你不要看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的所有的基本面 有可能会不会可能是未来 对不对 它出货的一个前兆 你看到那么好 你现在看到 大家都在说宏达电 很烂很烂很烂 有没有可能是 未来它有可能 有人在偷偷的吃货 有人在偷偷的进货 有没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其实当然最近很多人 都在讨论宏达电 都在讨论TPK 对不对 我陈老师 我休息这四个月 我相信这四个月当中 也有很多人 不断的进去买TPK 也有不断的有人进去买宏达电 但是怎么样 都煞雨而归 都是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 能够赚得到钱 所以我陈老师 我在四个月前 我四个月进行 我来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了 不要做 而且我留了一句话给大家 我都自求多福 而且我也留了一句话 给所有的老师 我说怎么样 我要休息了 你们每天在那边 总是看到今天TPK 稍微好一点 看到今天宏达电 稍微好一点 你就告诉人家 这边是底部了 但是为什么 我都不出来 而我在今天 我出来了 你今天可能 你第一次看到我 陈老师哪里又出来了 那我也很高兴 跟大家见面 那我要跟大家讲 我陈老师经常在讲 有一些句话完 我也跟大家讲 我今天要踹 你还可以注意 今天你看我 没空前 我没得在这 浪费大家的时间 因为我也不做空 可能我后面很多老师 都做空 做多 我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怎么样 我宁可怎么样 告诉各位 我们喜欢看到股票涨 股票涨 国家才会进步 国家进步 经济才会好 对不对 那我们宁可看到股票涨 所以陈老师再出来 是不是代表 股票应该要涨了 我不敢讲 只是我认为 我应该要出来 有人说陈老师 你不要开玩笑 一定是有行情 我说我不敢讲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 我必须跟大家谈 宏达电也好 TBK也好 在最近这样 不断的下跌的过程当中 当然很多人怎么样 煞雨而归 很多人断头 很多人怎么样 抢着要卖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 宏达电爆出了 五万张的大量 那这五万张的大量 各位投资朋友 听你们看到宏达电爆出了这根量 这根量是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过去的一年里面 各位投资朋友 你曾几何时看到宏达电 曾经爆出这个量 过去这一年里面 你曾几何时 看到宏达电爆出这么大 有在这一个 在怎么样 在什么时候 在去年11月 也是在底部 也是在底部 那在经过了一年之后 宏达电在今日今时 也就是今天 我陈老师常常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价涨重不重要不重要 重要是那个量 量会先价而行 不是价会先量而行 我价在电视 我跟大家说过 昨天8月1号 我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这四个月 大家一会买宏达电 大家一会买TVK 对吗 不一定会去 但是我们古表市場里面 我们都想要赚钱 你知道如果宏达电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就像在一年前 爆出了这一支天亮之后 宏达电一路的怎么样 四如破竹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来到怎么样 我不敢讲 那今天为什么宏达电 会爆出大量 那我们后面就拭目以待了 好不好 好不好 有人说宏达电 今天有量 没有缩停 但是没有大器 没有漲停 我认为那不重要 难道你要宏达电 只是一支涨庭吗 难道你要宏达电 只是两支涨庭吗 那能够解燃眉之急吗 当然没办法 宏达电至少要五支涨庭以上 大家不才会送 但是要五支涨庭 不是今天宏达电 起庭就会五支涨庭了 不是今天宏达电 起庭就会十支涨庭了 没 各位 但是今天宏达电这支涨庭了 这才是重点 谁接去了 谁把宏达电的量接走了 各位你看看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宏达电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量 有沉浸在这一个地方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 后来它怎么长 我话只能讲到这边 那我陈老师在昨天 我送大家的资料里面 来拉近一点 我来跟你讲 不是小买 要大买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希望大家怎么样 你也能够 好好的去想一想 我陈老师在 休息了四个月 有人说陈老师 你来永久了 你是不是不需要带了 我说不可能 对吧 我怎么会忘了大家呢 但是怎么样 我再出来 又是一点半 又是运通 永远在这个92频道里面 我跟大家共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我怎么会忘了大家呢 只是没有行情 你在这四个月当中 我相信今天也有人会开始讲宏达电 甚至宏达电马上上来 就有人告诉你 他已经买进了 但是这重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这些老师 他们过去四个月 永远在电视上 永远告诉你 宏达电只要一宏 TPK只要一宏 他就买进了 那跟我有哪里不一样 我休息啊 那他们为什么没休息呢 为什么这么没有骨气呢 我曾老师常常讲过 在过去这四个月当中 宏达电跟TPK 你不管怎么买 都是不断的设停损 那你们这些老师 今天再讲宏达电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有机会反弹了 跌停板也打开了 那有意义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意义吧 因为在过去这四个月 每次宏达电涨 你不是都说有了吗 但是我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休息四个月 这是我首先跟大家谈 宏达电跟TPK 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今天这一根大量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各位投资朋友 没有出现过这一根大量 只有在一年前的这个地方 后来你看看宏达电是怎么涨的 为什么这五万张到底谁吃走 拜日又落 接上去 拜日又落 接上去 拜日又落 拜日又落 我今天我说五票 我陈老师说五票 我就是开口了 我今天没跟你说 各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一吃了怎么样 吞吞吐吐吐 很多老师讲股票也吞吐吐吐 各位你没有方向 我们今天在股票市场里面 我们要的就是怎么样 企图心 我们要的就是怎么样 很多人讲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他讲了半天 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 还有 我今天除了跟你谈这两只股票 因为怎么样 这次真的跌得很深了 绝对有钱赚 但是低点在哪里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还不到我这个价位 是不是还不到我这个价位 你不用太急 那这个价位在哪里 那这个价位在哪里 我昨天这份资料送出去 很多人来要 陈老师啊 这个价位才可以买 这个价位才可以买 我今天要帮你把它打开吗 不好吧 如果今天我帮你把这个打开 今天这个价位 可能离今天的价位 还有一点点距离 各位投资朋友 那你要等吗 那我就跟你讲 你来拿嘛 我就送给你嘛 有人说陈老师 你昨天送给我们这个价位 我再看一下 各位我只能够跟你讲 我跟大家谈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股票市场里面 以前曾经有个大师 我忘了是谁的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买一二卖八九 站上了一二看八九 八九跌破了看一二 我再讲一遍 虽然这是一个 听起来蛮简单的 但是很奇怪 我再讲一下 什么叫做看一二卖八九 看一二卖八九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今天宏达店在多少价位 你自己看我不知道 所以我陈老师 我常常告诉各位投资朋友说 为什么这份资料 异常的珍贵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 那这个价位又是多少 我再强调一遍 看一二卖八九 那这一二什么意思 现在买一百一两百块 准备卖八九百块 不是这样子 你也不要想这样子 没那么好 那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两个价位 因为我昨天有把这份资料送出去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来拿 切记一定要来拿 另外一个各位投资朋友 我今天另外要再送大家一份资料 可能有很多人四个月 四个月四个月 不然看过陈老师 对吧 那我在这地方依然跟你讲 各位 大立光跟汉维科 我再讲一遍 看一二卖八九 现在大立光今天稍微拉回 汉维科稍微拉回 古王之争仍然是台古的焦点 记住我讲的 看一二卖八九 现在大立光是一千 我不知道 你就记住 看一二 看一二 那现在汉维科是九百多 对不对 什么叫看一二卖八九 很准 我不会跟你研究那技术分析 到底哪边支撑 哪边压力 哪边拉回来打双底 或者是哪边是拉回六十日均线 但是我跟大家讲 看一二卖八九 卖八九 那大立光跟汉维科 已经长那么多了 有人说陈老师 但是我可以买 可以买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两个族群 这个族群 它是因为跌太深了 所以它有利润赚 这个族群是因为 它是一个陌生段喷出 我们都知道 股票只要是在陌生段喷出的话 是最好赚的 股票只要是在底部的话 长线波段是最好赚的 所以这两个族群 是一个极端的族群 在极端的族群的过程当中 你的属性在哪里 你的个性在哪里 就决定了你要买什么 我讲得很清楚吗 但是都有钱赚 一个是陌生段喷出 股票在最陌生段喷出的时候 就像当时宏达店在1300的时候 你怎么买怎么赚 但是你要拉回要怎么样 记住买12卖89 今天这两份资料 各位投资朋友 可能很多人四个月 已经没看过陈老师的 免费送给各位 希望你赶快来拿 有个人说股票买一件事 我跟你说吃好贪 我今天问各位 我今天问各位 你每天一直看盘 你不会心动吗 你现在有什么行业好赚的 餐厅 还是 还是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都不好 股票 各位投资朋友 有时候一支股票涨停 就是7% 一支股票涨停就是7% 你现在你都不敢买 那你每天一直看 各位投资朋友 难道你不心仰吗 但是你要有方向 对不对 我不会跟人家讲说 现在好惨哦好烂哦 各位股票满地都是黄金啊 我都很喜欢股票 你不喜欢吗 每天看到股票 开盘的时候 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 今天又是希望 有人说今天又希望明天知道 到晚又失望 我说不会 我说这就是股票可爱之处 接下来 除了这四支非常非常重要之外 我今天要送给大家周末很多资料 你一定要来拿 你又不知道要买在哪里 有人说陈老师今天 宏达店爆大量 但是今天怎么样没有大涨 各位那才是你的机会啊 你怎么这么傻 今天宏达店涨停了 你敢过来找我 不用找了吗 你敢不敢对吗 当然是机会啦 所以我在这张告诉各位 这个价位很重要 到底一百多块 这个到底是多少钱 然后谈到哪里要出 这更重要 你今天我讲句难题一点 你不要自己进去 因为你今天你自己进去 第一个你买的位置不对 你明天就卖了 你卖了又涨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很重要 今天这四个资料非常重要 另外还有一个 我休息四个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 也要送给各位 非常重要 各位 陈老师啊 你要讲太阳人啊 不是我要讲 今天是我帅的 我没有在你的时钟 太阳人你怎么买都不贪 来拉近一点 碩核中美金核金 新日光达人帽敌 我称他叫太阳人六宝 小心下星期大反弹 只能做不能说 我讲到这样 今天这份资料 我也要送给大家 来看一下这里 我告诉你 这些所有的介入的价位 你都要记住 把它打开来 总共今天三份资料 第一份资料要送给大家 第二份资料要送给大家 拉回来大力光汉为科还要大涨 你相不相信 第三份资料最重要 陈老师啊 你还要说太阳人 我跟你说 你看太阳人 这四个月不贪 你说太阳人 这四个月不贪 各位 今天三份资料 我陈老师我告诉各位 你要去买那小型标股啊 各位投资朋友 那死得快一点 我只能讲这句话 你要买名正言顺的大股票 买基优的股票 买真的能够让你会心一笑的股票 那你来找我 未来 我陈老师在电视上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菜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给大家 我希望你是那第一个 尤其是救会员 我希望在我休息 你四个月前我是不是告诉你 不要再买了 结果你去找别人 那你为什么不休息呢 我现在出来我叫你买 你又不买 我休息这四个月 我一直跟你讲 你自求多福我不做啦 你还一直买 还找别人一直买 我今天出来我叫你买 那陈老师我不敢买 我没钱啊 那我怎么帮你 你为什么不今天播一通电话进来 哪个资料或许一切都会改变 三分资料各位今天免费哦 你只要花一块钱免费 我跟你讲大立光汉维科 古王之争你千万不要忽略 当然有大钱赚 怎么会没有大钱赚 缩合中美金合金新日光达人茂迪 我称他叫太阳人六宝 有人说太阳人六宝 还能买吗 三分资料赶快来索取 等一下电话就立即拨进来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份梦想清单 江汇的梦想清单很简单 长阳大自然 甜甜山海和汤 逐围捷运战前水岸第一排 原力水济源 我是江汇 我在水济源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玉芬珠 爸爸 鵝排气密窗 专利复勒斯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 也是代用 吹气腸 生用气腸 五分珠 各位投资朋友 陈老师休息了四个月再上今天第一天节目 破例 一个月给你试牌 一个月给你试到 你贪钱 真够够 只有一天 一个月给你七百 各位 三份资料间送给大家 欢迎救会员一定要来索取 上面的资料非常重要 记得买一二卖八九 各位投资朋友 宏达电TPK四个价位 大力光汉维科古王之争 下个礼拜会风云再起 记住四个价位 最重要 陈老师太阳能够可以买哦 为什么我买一棍四个月都没去 各位投资朋友 三份资料 你今天你只要花一块钱 你很容易到手 你为何不做 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配方 带 省水器材轻松省 check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good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这一天你的投顾 顾德投顾 尊重著作权 就是保护创作人的生命 请支持合法授权 保护智慧财产权